编译罗奇综合报道 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肯谈会 简称日华肯金 22日改选总会干部新任会长古乌龟斯 称台湾为日本的老朋友 力挺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哇 综合新闻报道 日华肯发表声明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WHO 现章中在明健康为基本人权不因种族宗教政治理念或经济社会条件而有所偏差 我们由衷赞同其崇高理念 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 自2009年以来连续八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哇 身为全球防疫网络的一员也不断积极贡献 但去年却为获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 干事长的邀请函无法参加WHO 这明显违背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的理念 声明中指出国际往来平凡 2017年台日互访人数超过651万人次 若台湾无法参与WHO 即可能出现防疫缺口 日方不得不寄予强烈关切 为求有效的防疫对策 全球卫生医疗合作极为重要 日华议员肯谈会强烈支持台湾 英会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哇 今日日华肯新任会长谷乌龟斯 亲手将支持台湾参加 哇 决一文交给我国驻日代表处副代表张仁九 张仁九致谢并表示 希望日华肯同时也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已深化台日经济贸易关系